国际知名的音响品牌为了满足东部民众的需求 特别在花莲圆摆设柜开战 并且针对了热销产品推出的超纱约会 开幕第一个星期还有来电打卡限量豪力 有兴趣的民众不妨可以前往参观体验 国际知名音响品牌BOSS 为了满足民众热爱音乐的需求 首度来到东部插旗 29号在远东百货花莲店声大开幕 除了邀请到艺人都自控担任一致店长 也找来阿美族电影女神DJ鲁尼导藏演出 将气氛炒热到最高点 其实真的很开心 在我们花东可以让BOSS这个大品牌进到花东来 那也相信我们花东的消费实力 其实真的蛮厉害的 那我如果自己在使用BOSS的音响上面 算是蛮得心应手 因为它的操作潜显易懂简单 但是可以给你有很好的享受 这个计划我跟钟老板已经努力了一整年的时间 努力的去跟台湾BOSS争取 努力的去跟中国上海的总部去争取 终于一年后我们水到渠成 那为什么我们一直希望BOSS能来到花莲呢 因为BOSS就我所知道的 从以前到现在 它的低音清高音量 它可以用最小的体积放出最好的音乐 它在这个部分的基础是世界第一 让大家不用到台北 就能买到世界顶级的喇叭 而且不用花费太多的金额 如果以BOSS的政策的话 我们在花龙地区这是第一家店 也是唯一的一家 那它在所有的产品 它一定是全球同步上市的 这次BOSS花莲圆柏专卖店 准备了两波开幕活动 除了针对热销产品 推出超强折扣 开幕首周还有来电打卡限量豪里 同时花莲圆柏也祭出最强88节活动 只要在BOSS消费满5000就送500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 可以上脸书品牌粉丝专业查询 记者 徐丽晴 花莲市报道